11月25日是85后网约车司机彭辉载客进入位于上海浦东周浦镇的明天华城小区的第六天 也是该小区迎来全员二次核酸检测的日子 再度披上红色志愿服 戴上印有周浦镇平安志愿者帽子的彭辉 当天一大早就起了床 准时踏入配合核酸检测服务的志愿者队伍 当天他所要负责的志愿工种是小区23号楼居民的核酸检测秩序引导员 11月20日晚9点30分 彭辉如往常一般正常载客送至指定目的地 没曾想前后不到四分钟 他遇驶离小区时却被告知整个小区即刻实行封闭管理 就这样误打误撞 彭辉从一名网约车司机上演了身份的急速变换 成为小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 这位江苏小伙说 自己仿佛经历了如同电影大片里才有的情境 甚至如今再回想起人有些许恍惚 就您觉得这个过程很魔幻是吗 每天七点起床 七点半就以下楼待命 临日来彭辉仍然已成为明天华城小区所属居委会的常驻员工 从首晚在车内勉强对付一宿 到目前赞助在居委会二楼打地铺的他 坚持不愿意接受居委会的安排挪窝 一方面我跟区委会他们工作人员都相处得非常的融洽 都是都像自己人一样 然后呢我感觉因为他们晚上都在这边吃饭 然后这边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也是可以随着随到的 就是他们在一楼我在二楼 近一初期为居民复印身份证件 开具核酸检测飞扬性证明 眼下日渐熟悉志愿服务的彭辉也开始接新单了 物品全面消毒递送 小区搭建雨棚 设置防护栅栏 处处都能看到彭辉忙碌的身影 多日来的协同抗议志愿服务 已让彭辉和志愿者们建立起了特殊的占有情谊 同样在居委会担任志愿者的22号楼小区居民冯阿姨 也是不吝对彭辉的赞赏支持 这几天真的忙得也不可开交 小鹏这个人真的真的很好 现在跟我们居委的同志一起打成一片了 哪里需要他 他就出现在哪里 今天我们在做核酸检测 他就是从早上一大早就开始维持 那个检测能源的持续了 志愿服务临经验的彭辉 如今已是明天华城小区内无人不知的明星志愿者 彭辉说 自己在志愿服务他人的同时 也得到了大家的无私帮助 让他倍感温暖 这边的居民啊 包括工作人员都对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关心 我的吃啊住啊 我没有衣服的时候 很多人都要求说 我家里有您这边差不多的衣服 我可以 你需要的我马上就回去啊 去取给你 还有昨天晚上 也是小区的那个一个小姐姐吧 那个过来拧了一大包 就是生活的那个一些吃的食物 水果啊 什么茶叶啊 呃 还有一些特产啊 特别过来就给我送给我 真的是挺感动的 尽管白天的志愿服务很忙碌 晚间得空的彭辉 每日都会和存在医学生的女朋友 萧磊打上一通视频电话 从最初的不太理解 到如今 萧磊成为了亲朋好友中最支持 彭辉志愿工作的一员 彭辉说 自己更有动力和责任 做好这些志愿服务工作 结束11月25日的核酸检测 秩序引导员工作后 彭辉说 自己马上又要投身其他志愿岗位 而在谈到小区解封后 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时 彭辉笑着说 自己非常期待 能喊上居委会的战友们 一起下馆子 等这次解封以后 我想和那个 我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和居委的工作 战友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 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 也都是比较仓促 都是吃的工作餐 都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 我想跟他们一起好好的吃顿饭 再续一下那个 工作上的情意吧 战友的情意 尽管在小区的抗疫志愿工作将禁办 但彭辉相信 未来自己人生中的志愿服务 将永不停歇 我之前没有从事过这类工作 但是在疫情当中 我觉得就是通过做志愿者以后 我感觉这样的事件 还是这样的经历 包括自己去做的事情 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想就是如果这边解禁了以后 如果后期有这方面的工作需要 我也比较乐意去做这样的工作 还是愿意去做一名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